再往下就是各地的一些地方性的传统节日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传统和特点 其中以威尼斯的赛传节和旧式祖节 还有西叶纳的赛马节最为有趣 威尼斯的赛传节始于1247年9月15日 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把赛船叫做Regatta 那一天威尼斯大运河两侧舟船云集 船上的观众人山人海 参加比赛的叫Bisota船 类似中国的龙船 被装饰的绚丽多彩 每只船上八到十个青年划船手 他们穿着各种古装 各个精神抖擞 奋勇徽奖 周飞四剑 两岸观政呼声 加油声 此起彼伏 场面很壮观 威尼斯旧式祖节 产生于16世纪 相传有一年夏天 阴雨连绵 失气逼人 居民叫苦不迭 当时的威尼斯国王 祈祷上帝停止下雨 并许愿把停雨那天 作为全程的节日 凑巧第二天7月19日 雨还真停了 于是这天就成了救世主节 几百年来 一到这天 威尼斯人要热烈庆祝一番 节日的头一天晚上 市民倾城而出 附近的农民也来到水城这 乘坐着点着灯火的gondola 和其他的小船 一边滑桨 一边唱歌 人们看到用彩灯扎成的 形如大教堂的那种大挺 徐徐驶来 都群情激昂 五月齐鸣 五彩绚丽的烟火 腾空而起 倒映在水里 绚烂夺目 人们沉醉在 节日的欢乐之中 直到微风徐来 晨光显现 各种船只才一贯而行 驶往附近的 其他的岛屿 去观看 旭日东升 托斯卡纳的谢纳 赛马节最有名 叫帕里尔 始于1605年 节日时间 举行两次传统的赛马活动 一次是7月20号 一次是8月16号 每次赛马 十个选手参加 都从谢纳17个居民区 选拔出来 人们给每个选手 起一个极力的戳号 选手们骑着的马 也要到教堂进行洗礼 比赛那天 全城居民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 检阅仪式和舞棋表演之后 比赛正式开始 起跑枪声一响 十匹骏马 如离轩之间 击驶而驱 选手们用双腿 紧紧夹住 根本没有马鞭的马肚子 扬边侧马 马越跑越快 转弯处的时候 有的选手可能从马上摔下来 甚至连人带马一起摔刀 能跑完三圈的人 寥寥无几 第一个达到终点的获胜者 被认为是勇敢 而奇数高明的棋手 当天晚上夺魁的选手所带的居民期 要大百院席 欢庆胜利 还有一个城市叫Viterbo 它的护城节 在罗马以北 325米高的 奇米尼山上 古城Viterbo 曾经是梵蒂冈罗马教廷 办事机构所在地 城里有一座教堂 是纪念少女 罗萨修建的 传说 她生于1233年 热爱家乡 英勇反抗来犯之敌 1251年 年仅18岁的她 因重病逝世 人们怀着崇敬与爱戴 专门修建了这个教堂 安葬她的遗体 并且把她封为城市的 护城神 每年的9月3号 晚上9点开始 纪念护城神的活动 集合在广场上的人们 穿着民族服装 打着采旗 进行游行 走在最前边的是乐队 吹吹打打 名罗开刀 接着是政府官员 群众代表 游行组织者 再往后 仪仗队伍 还有手持鲜花 彩球的少年儿童 最吸引人的 是100多个人组成的 台塔队伍 这座夜明塔 由钢架石膏 木板 材质构成 塔高30多米 5吨多重 每座塔 最多连续使用5年 为了确保安全 台塔的小伙子 都是精心挑选的 对所有报名的志愿者 要进行 身负160公斤的签块 走完60米的考核 才能入选 游行从罗马门 走到罗萨教堂 行程一公里 规模很大 气氛热烈 严除挤满清澄而出 和闻名而来的观众 连庇护七室 九室 六十四等教皇 都曾经出席过 这里的纪念活动